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战说 自己是大众脸 也是为了缓解这尴尬的气氛 不能让气氛这么尴尬 这样就搞得没有话题了 他们竟然还聊起了家常 这样的气氛真的是太好了 而且这里的人都是很有爱心的 书屋这里也有很多流浪猫流浪狗 这些非常有爱心的人就给他们吃粮食 这样的生活真的是太充实了 也是非常的满足 也让知道了 重庆还有这样的书屋 还有着非常有爱心的一群人 真的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奇妙之城